為什麼我在比賽裡面沒有提過國家太空中心的事 我的朋友或者是我的隊員都有問過說 我在這個很特別的地方工作 那這個工作像是空姐也是很特別 然後其他的婚禮顧問可能也是很特別 他們都可以就著他們自己的行業特色去描繪出一些 我們競賽題目裡面所需要的內容或素材 那太空這麼特別為什麼我不特別去講這個 當然我先說一下我在太空中心服務 我其實在裡面的確有蠻多我碰到的很棒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這些故事也都是正面的 說出來其實不只是提供給大家一些新的想法 另外它也可以幫我們中心做一些宣傳 這個絕對是無可厚非 但我顧慮到一些事 我假設如果今天我在裡面講了一個國家太空中心的什麼事的時候 如果剛好有一個媒體 那個媒體可能是一般人印象裡面的不論是正面或負面的 他用一個比較細虐或者是比較否定的觀感來說 國家中心的研究人員拿我們國家計畫到綜藝節目上面亂亂講 就是我的意思是 然後後面打個問號沒關係啦 他至少沒有清楚的罵我 可是我們大家都知道很多媒體在下標的時候 那個標語雖然不是個肯定句 可是他已經在引導讀者去往負面的方向來思考了對不對 某某某是不是有偷錢問號 那其實他在暗示你說他可能偷錢 某某某是不是有假公祭司問號 他可能就暗示大家往假公祭司這個方向來思考 所以我上這個節目我特別不去提國家太空中心的事情的原因 就是擔心即使我說的一些是真的對我們推廣台灣太空計畫是有幫助的事情 但我也會特別因為擔心這些沒有想到的負面影響而特別去避免 好那我為什麼要特別把這個事情記錄下來 我想要講的是我擔心過頭了 什麼叫擔心過頭啊 剛剛的那個想法我沒有想要改變 我沒事也不會多去特別去拿那個太空計畫的事情 當然沒事或者是商量過當然可以了 我一開始的出發點就不會去想這個事情了 可是呢在我準備完這幾集的內容的時候 我才忽然發現其實我並不只是說想要避免有一些這個負面的新聞產生 對太空中心造成不良的影響之外 我甚至於有點過頭到只要跟太空兩字的所有素材都一律把它拿掉 也就是說我今天在做的那個程度已經是擔心到過頭 擔心到不只是在避免一些負面新聞的發生 甚至於是我做的程度已經過頭到 是不是想要撕掉太空中心這個標籤 甚至於是想要跟這個節目跟太空中心劃清界線 事實上其實並不是要這樣做 太空是個學門太空是個領域 而我們今天如果說我真的擔心今天不小心在哪一篇報道裡面 產生對太空中心不良的影響的話 我的確可以不要在節目裡面講我國太空計畫 我的確可以在節目裡面不要講台灣的福爾摩殺人造而行 可是我並不是所有所有跟太空這個領域跟這個學門相關的所有議題通通不能講 但是我卻這樣做了 所以我後來檢討一下自己我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如果說一切與其說是去避免一切可能發生的這個不良後果 倒不如我應該更花一些心思去拿捏這個什麼叫可以講跟不能講的範圍 我舉個例子來說 我們台灣的太空計畫沒有太空人 那我可不可以去講我對太空人的想法 我可不可以把太空人邊境笑點邊境感動的故事 當然可以啊 我們國家的太空計畫也沒有太空食物 那我可不可以把太空食物邊境一個好笑的笑格明明 一定也沒有問題 所以說我之前覺得我腳枉過正 我今天不急游過了 我把這個擔心綜藝節目會不會對太空中心有不良影響的這個事情 做的太太太過保守了 其實如果說我今天我同意自己說在螢幕上 謹嚴盛行絕對是應該做的 可是謹嚴盛行並不代表要把我一切的規範規範在這邊 但是這個規範帶來另外一層的壞處就是 我的整個思想被限制在一個框架裡面 我會告訴我說這個不能想那個不能想 跟太空兩個字相關所有的領域 會不知不覺在我潛意識裡面把這個封閉掉 所以說如果說在這個節目裡面 我這一次有一個比較根本的成長的話 其實我說實在的齁 我不只是上這個節目 我在很多我蕭俊傑或是科學X博士私人的演講裡面 我也會盡量盡可能去避免我提到 國家太空中心裡面的業務跟工作內容 因為畢竟這就是私人事務 我在私人的時候我講一些生涯規劃 我講一些頭語表達發表 我會特別特別小心特別特別注意的去迴避 應該是說不是自然而然 我是很刻意的在迴避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這個不好 但是我刻意迴避的這個結果 卻導致我不知不覺習慣成自然 我的腦中裡面 我把太空這兩個字 通通在我所有的素材 跟所有所有的資料庫裡面 在跟太空中心以外 所有的業務有關的 就是跟太空中心無關的業務裡面 我的思路範圍 我的腦中的資料庫 根本沒有太空這兩個字 這其實是一種負面的影響 所以我想結論一下 當然我們的原本的觀念 你可能會有想要保護的單位 你可能想要有遵守的規則 這些都無可厚非 這些都理所當然 可是如果真的 你今天做這件事情 做到走火入魔 做到矯網過正的時候 他反而是對這種需要想像 需要創意的一種競賽型節目 造成一種負面的線索 我可以幾年盛行 我可以為公司為單位著想 但是我不要因為有這個單位的包袱 而很刻意的做出一些很極端 很限縮自己的事情這樣子